今天跟大家谈谈卖屋子的全流程 如果你不知道卖屋子的流程 我将用四个简单的步骤让你明白 所以在这边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第一步 找买家 一般上卖屋子的时候会找agent 找了agent之后 agent会帮你找到买家 按照我在房地产八年的经验 如果屋主肯配合看房子的安排 定价等 正常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之间 就可以找到买家了 第二步 签署房产买卖同意书 那买家后 买卖双方的价格达成一致 就可以签署房产买卖同意书 也就是letter of offer to purchase 双方有什么特别协议 special condition也要放进同意书里面的 第三步 贷款流程 一般上在马来西亚 大多数的买家会跟银行借贷款 agent就可以安排买家上贷款 贷款资料没有问题 一般上两个星期贷款就会批下来了 第四步 签署买卖合同 agent会帮你安排签买卖合同 然后 律师会帮你处理后续的部分 比如说stamping等工作 正常的情况之下 三个月银行出钱 再扣出你签银行的部分和其他的费用等 剩下的就是你的钱 我是Armos 你学会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问我 我会一一回复你们的 我准备了一份马来西亚二手房全流程 快来0-1房产攻略领取 买房找Armos 诚信至上 加油